男人有这几点特征就是在缠你的身子 爱你的人一定想去睡你 但是一个想睡你的人不一定爱你 以下几点看出一个男人是缠你的身子还是真的爱你 第一 耐心 一个男人想要睡你是不会在你身上投放过多的精力的 如果一个星期对你软磨硬泡 你还是没有上套 他基本上就放弃了 因为一般这种男人都是广撒网多收鱼 他手里可不是只有你一条鱼 看你不上套自然就转头走人了 第二 尊重 你们刚开始接触的时候 男生就对你动手动脚的 要么就是明里暗里暗示你出去跟他开房的 这种急猴子不仅仅是对女孩子的不尊重 更是一种没有教养的表现 三 生理期 如果你已经同意跟一个男人在一起了 他没过多长时间就要和你发生关系 你可以这样试探对方 你说 不好意思 今天是我的生理期 如果他马上就开始觉得扫兴或者是暴躁 那么可以确定的是 他只是想得到你的身体 一旦得不到满足 就会露出马脚 第四 事前事后的变化 如果你和一个男人发生关系 事后他的变化和之前有较大的变动 那例如发生关系后 对你进行冷暴力 莫名失踪等等的迹象 那就可以判定 这个男人只是对你的身体感兴趣而已 趁早及时止损 让他滚蛋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